大家好,这里是小川肯电影 本期我们来看一部由杰森·斯坦森·克里斯·艾文斯主演的犯罪电影《一线生机》 杰森卡是一名自然科学老师 这天他把儿子送上校车后 以杰森为首的三名陌生男子 砸烂玻璃闯进了家里 他们开枪打死保姆 然后把杰森卡带走 关在了一个阁楼里 为了防止他向外界求助 杰森把阁楼上唯一的一部坐机电话砸得粉碎 杰森卡试图逃出去 但发现房门紧锁 窗户也封死了 海滩上瑞安看到正在工作的前女友后 追上去打招呼 前女友觉得瑞安不成熟 没有责任心 所以就和他分手了 但瑞安一心想附和 为了讨好前女友 他便开车去仓库帮前女友取东西 路上瑞安竟接到了杰森卡带来的求救电话 瑞安认为这是个恶作剧 因为绑架者不可能让人质向外打电话 杰森卡解释说 这部电话已经被砸得粉碎 他只是把线暂时接了起来 希望能打通任何人的电话求助 杰森卡爱求着瑞安都要挂电话 因为他可能找不到其他人了 他恳求瑞安能抽出十分钟时间 把手机拿给警察 瑞安不忍心拒绝对方的苦口爱求 便答应下来 他来到警局 把电话交给一个叫慕尼的警官 杰森卡听到对方是警察后 就说明了自己的住址和被绑架的经过 这时被招到警局大厅的两拨人打了起来 慕尼等人着急上前处理 便让瑞安把电话拿到四楼的重案组去 与此同时 杰森卡听到脚呼声 急忙把电话藏在了坦词下面 杰森逼问杰森卡 他的丈夫在哪里 便准备去把他的儿子也绑架过来 瑞安听到他们的对话后 终于相信这是一起真实的绑架案 他想快点到四楼找警探 但越往楼上走 信号越弱 杰森卡急忙让瑞安停下来 如果失去了信号 他可能再也联系不到其他人了 随后杰森卡让瑞安先赶去学校救他儿子 瑞安问杰森卡 这些绑匪的目的是什么 杰森卡表示 他也不知道 他是一名老师 丈夫克雷格是一个房地产经纪人 家里也不是很有钱 所以他也想不通到底是为了什么 瑞安匆忙赶到学校 但还是晚了一步 杰森卡的儿子看到自驾的车 有一只妈妈过来接他 结果被绑走了 瑞安抢下学校的安全巡逻车 紧距而去 路上的车辆太多 他无法超车 心执之下跑到了对象车道 导致很多车辆躲闪不及 撞在了一起 瑞安刚往前行驶一段 发现前方道路正在施工 无法通行 而此时 他的手机又快没电了 他在车上没找到充电器 却找到一把手枪 为了赶时间 瑞安冒险直接从施工现场冲了过去 他来到手机营业厅 想买一个充电器 但营业员坚持让他排号按秩序来 营业看着手机就要没电了 瑞丽与杰西卡保持通话 情急之下 瑞安拿出枪来 才买到一个充电器 莫尼下班时 学问众案组的西装男 一个女人在电话中 自称被绑间的事情处理了没有 西装男说 他一早上都在市政厅 对此事不太清楚 不放心的 慕尼在资料库查到了 杰西卡的具体地址 这边 杰森的同伴 在杰西卡家的电话留言中得知 杰西卡的丈夫 曾打电话约杰西卡 在老地方见面 杰森便用杰西卡的儿子 作为要挟 但杰西卡说出 老地方指的是哪里 为了不让儿子受到伤害 杰西卡只好说出 那是洛杉矶机场的一个酒吧 这时 慕尼来到杰西卡的住处 查看究竟 有一个自称是杰西卡的女人 给他开了门 慕尼看到并没有人被绑架 就离开了 但他不知道 这个女人和绑匪是一伙的 在干嘛机场的道路上 瑞安以杰西卡的动画 和旁边开跑车的律师男串了线 杰西卡只好从头开始解释 向律师男求救 但律师男根本不相信他说的话 无奈之下 瑞安拿出枪 逼着律师男交出电话 正在这时 瑞安停在路中央的车被撞毁 正好顺势把跑车一并抢了过来 根据杰西卡对绑匪的描述 瑞安认出了 已来到机场的杰森等人 于是他偷了一个人的登机牌 跟着杰森等人进入了安检处 在关安检口时 瑞安把口袋里的枪 悄悄放在了一个绑匪的外套里 安检发出警报后 杰森一行人被机场警卫控制住 令人惊讶的是 这些人竟然都是警察 此时 杰西卡的绑架案 更加显得扑朔迷离 瑞安根据杰西卡的描述 找到了克雷格 他急忙让克雷格 躲进卫生间接电话 谁料男子接完电话 瑞安才知道他找错人了 而此时 真正的克雷格 已被杰森等人带走 瑞安追出来发现 他抢来的跑车 已被拖车公司拖走了 原来 律师男报了警 警察找到了被抢的汽车 在杰森的逼问下 克雷格说 他把东西放在了银行保险箱里 为了保全家人 他答应带着杰森等人 去取回东西 杰西卡悄悄告诉克雷格 在银行会有个人帮助他 随后 杰西卡把地点告诉了瑞安 瑞安立即向银行奔去 与此同时 瑞安持枪买充电器和枪跑车的事情 上了新闻 律师男说 抢劫犯当时在跟一个朋友打电话 据说是被绑架了 看到新闻的慕尼 觉得绑架案有蹊跷 便打电话到杰西卡家里 电话设置了语音留言 慕尼细心地发现 流言的口音 和自己见头的杰西卡的口音 明显不一样 瑞安赶到银行时 杰森等人已提前赶到了 克雷格从保险箱取出一个背包 瑞安从背后突袭了一个绑匪后 想救走克雷格 但克雷格被杰森扑倒 瑞安只好捡起背包 向楼上跑去 杰森让通过控制住克雷格后 向楼上追去 楼顶正在施工 瑞安通过垃圾管道套走时 不小心摔坏了手机 他来到地面后摆脱了追击 然后向突车公司赶去 因为他想到自己的手机还在跑车上 这是唯一可以和杰森卡保持联系的方式 在出租车上 瑞安好奇地打开背包 里面是一台摄像机 原来克雷格无意拍下的 杰森和西装男等人 打死毒贩 四吞毒品的一幕 他们全家因此才遭到了绑架 觉得事情不对的慕尼 再次来到杰森卡家 敲门无人硬打后 来到后门发现 玻璃门已被人砸烂 他警觉地拿出枪走进房内 大声表明警察的身份 却突然遭到了袭击 索性只是受到了一点擦伤 接着他故意踢翻一个鱼缸 吸引了对方的注意力 然后趁其不备连开几枪 击中了对方 他询问杰森卡在哪里 对方却说自己是警察 慕尼王口袋一抹 果然找到了警察的证件 于是迅速通知了救护车 很快西装男人赶到了现场 但女警察中枪太多 没抢救过来 慕尼想不通 归合自己表明的身份 女警察还会对他开枪 但可以肯定的是 杰森卡肯定遇上了麻烦 这是隔楼外面的绑匪 发现杰森卡正在对外通话 气急败坏地冲进房内教训他 来扭打之时 杰森卡用玻璃碎片 隔开了绑匪手臂上的动脉 迅速跑出阁楼 来到车库外安抚儿子 正在此时 杰森等人带着克雷格回来了 杰森卡看到他们进入屋内后 连儿子远离窗口 躲在橱柜后面 开车撞坏车库的门 救出了儿子 杰森少了 看见铜果被杀吼追了出来 他用克雷格的性命做要挟 公司抢回宝车后 用自己的手机一个个回拨电话 真的找到了杰森这里 他一路向带做筹码 要求杰森放过杰森卡一家人 把见面地点约在了 热闹的圣摩尼卡码头 杰森告诉西装男 他们要在码头做交易 西装男知道慕尼见过瑞安 便告诉慕尼 他们有瑞安的消息了 不过没人认识他 慕尼便主动跟着西装男来到码头 瑞安利用望远镜和攒动的人群 做掩护和杰森周旋 而杰森等人则埋伏在周围 司机灭口 谁料 银仓齐和瑞安被前女友认了出来 他则怪瑞安不靠谱 取个东西都要这么久 这一耽误 正好被感染的慕尼看到 瑞安扭头就跑 迎面撞到了西装男怀里 毫不知情的慕尼 让瑞安相信西装男 西装男则让同伙送慕尼去医院 杰森顺利拿到录像带 一脚踩的粉碎 西装男用对讲机告诉同伙 干掉杰森卡一家 对讲机传出来的声音被慕尼听到 他马上反应过来 揍怕对方靠在栏杆上 瑞安趁吉森和西装男不注意 跳进水里 来到了码头下方的仓库 西装男甚至脚印追了过来 并用对讲机告诉了杰森 慕尼听到消息后也赶了过去 进入仓库后 西装男发现了藏在柱子后面的瑞安 便开枪射击 结果发现是瑞安用外套做的伪装 这时瑞安突然从后面出现 将西装男打晕在地 与此同时杰森赶到这里 美队失去的盾牌 踏不过兔头的锅打 幸好慕尼及时赶到 杰森不知道他的黑警身份已经暴露 便是说瑞安袭击了他的搭档 还想杀了他 但慕尼依然拿枪步步紧逼 杰森见状打没电灯躲了起来 战案中 杰森从背后悄悄地靠近慕尼 瑞安看到后 集中生至拨打了杰森的手机 听到零声的慕尼 飞声而出击毙了杰森 这边的汽车里 杰森赶用手铐山的铁链 勒运了钱座的绑匪 正准备打开手铐时 绑匪突然醒来 拿起手铲就要射击 幸亏瑞安及时赶到 致富绑匪救下了杰森凯一家人 最后西装男被抓捕 他也试图狡辩自己是被陷害的 但瑞安的诺基安有摄像功能 他在交出录像带之前 已经把内容复制到了手机上 杰森凯对瑞安感激不尽 正是因为他的责任心和正义感 才救了他们一家人 远离前女友真爱生命 好了 本期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朋友不要忘了点赞关注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